主播屏東安泰醫院今天早上發生了火警意外 那目前累積總共造成了9人死亡 分別是8名的病患以及1名剛剛失聯的員工 那剛剛呢 相訪也表示 已經在這個機房的1樓的梯間呢 找到他的人並且是搶救不治了 而這個其他8名病患分別呢 是在5樓 10樓 11樓找到人 那現在呢 整個醫院的情況非常混亂 因為呢 其實這個機房裡面 疑似起火燃燒的就是這個空壓機 那這個空壓機輸送的這個東西呢 會就是連通的 所以其他病患也受到影響 那呢 目前呢 這個屏東市的這個縣政府也表示 有75名病患呢 正在等待轉院中 不過呢 目前呢 現在屏東東港的這個風勢雨勢 也因為颱風來講呢 風強雨大 所以呢 在轉院的部分也是非常困難 那加上呢 因為他們活動空間呢 也只剩下一樓可以活動 所以呢 現場呢 還是風強雨宙 所以呢 消防人員呢 是盡力的在轉院以及呢 來安置病患當中喔 那呢 在這個部分 其實呢 醫院也講到了 其實從昨天開始也可能因為 颱風的關係 這個供電就有相當的不穩定 就有停電的情形 所以呢 他們這個機房裡面的東西都有 只是開了又關 灌了又開 那是否是跟這個起火原因相關呢 消防人員表示都還要在進一步釐清 以上 請